能让61岁的张学友下跪知性的人 估计只有摔真凯的胡锋了 这一幕发生在胡锋的宏观演唱会上 这位90岁的TVB金牌旅业正在台前动情演唱 舞台后方 张学友伴随升降台缓缓出现 他一步步走向胡锋 当他来到胡锋身边时 这个年轻百岁的老人却抹起了眼泪 直到张学友晚上他的手臂 他才眼寒热泪地望着张学友 直到工作人员上来给胡锋递指 他才擦了擦眼泪 擦完之后又一眼不眨地看着张学友 曲之末尾胡锋才颤抖着声音与张学友合唱 歌曲结束 张学友上前紧紧拥抱着胡锋 一阵寒暄过后 他后退一步直接双膝跪地 向对面的胡锋行为一个跪拜礼 起身后他再次拥抱胡锋 送上了池来的生日祝福 看着胡锋还在用纸巾擦泪 张学友赶紧夸赞他的实力 还不忘自探不如 这句玩笑话顿时抖着胡锋人均不惊 但是在胡锋对歌迷想话时 张学友又收起了玩闹的样子 恭敬地站在胡锋身侧 听得抒发情感 这一来一回不正是思想父亲和调皮儿子之间的互动吗 胡锋一生收了14个干儿子干女儿 并经历提携他们 干当绿叶 张学友便是之一 所以在胡锋拖着年迈的身去开演唱会时 张学友才会当场回谢 做他的陪衬 为他撑场子 只不过像这样的场面 在如今的娱乐圈中怕是罕见了